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联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这节课呢 咱们给大家学习一个新的知识点 就是变量 以及变量的声明 那说到变量呢 咱们就得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变量 为什么程序里边要用到变量 对吧 那咱先说一下 那计算机 计算机是计算用的对不对 那计算呢 他得先计算数据 对吧 对 那这个数据 就得用一个东西装它 对吧 比如说水 是数据 对吧 那咱们是不是得 你要想把那个水 比如说拿点水给我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得用一个容器装 才能给我 对吧 这也就是我们在用数据的时候 数据得放在一个容器里边 咱拿到这个容器了 就像他拿到容器里边的这个数据了 那计算机里边是怎么体现的呢 要先把这个数据 怎么 先放到内存 然后程序想计算的时候才能从内存里去 才能操作的 所以呢 这些都需要变量 那原则就是 只要在程序里边用到一些内容 也就是数据都必须先把数据放到变量里边去 这样才能反复的用 如果一个数据就用一次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程序里边写的一个数据 往内存里放 但是我想操作两次同样的数据的话 你就得把它放在一个变量里边 通过变量名来找数据 这样的话就能找到什么 就能反复的使用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计算机的一个关系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 画图办 那大家都知道 电脑 妹子你说电脑都有哪几部分组成的 电脑 比如说硬盘 硬盘 显示屏 硬盘显示屏 键盘 键盘 你说主要的就是主机里边核心的 主机里边CPU CPU 内存 对 硬盘 显卡 是不是这些 好 那比如说 我们这是一个主板 对不对 对 在主板上我们需要插一大块硬盘 对吧 然后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内存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是怕有个CPU 对吧 还有一个显卡输出用的 对不对 我们写的程序 是在这里边写的 比如说写一个.pp的文件 咱们就叫个 比如说test.pp 对吧 程序是不是在硬盘里写的 咱们在吸盘的某个文件下见过文件吗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硬盘里的文件 如果直接交给CPU运算 运算 怎么呢 CPU速度很快 这一点如果直接通信的话 从这到这 把文件直接交给CPU的话 想要它会怎么样 它算不过来 为什么呢 硬盘的钻术跟不上 因为硬盘是一个物理设备 它是有钻术的 比如说像笔记本有5400段的 对不对 像咱们台式机有什么7200段的 像现在服务器像640G的有什么 有12000段的 就算12000段的 它是有钻术的 它也会延迟 所以 CPU太快了 对CPU快而钻术慢 那文件怎么的 它比如说它一秒钟就算完了 对不对 但是文件有可能读要读什么十多秒 这假设一个感觉 所以不够CPU处理的 所以咱们在做程序之前 任何程序要想CPU运行 都要先把程序放到哪下 放到内存里去 听懂吗 放到内存里面去 那内存它就不是钻术了 对不对 那CPU再从内存里边 把程序读出来执行 这就很快了 听懂吧 所以内存就像一个中间设备 读出来有输出的话 再交给显卡 然后输出的显示器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咱们写的任何的一个程序文件 都必须放到内存 对吧 那我们说 咱们这几个竟然是变量 那内存就放变量吗 内存就放变量吗 不不是 对了 咱们随便的写一个程序的话 程序的所有东西 都是放到内存的 后边呢 咱们会详细的介绍 那这几个呢 咱们只需要内存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比如说咱们先把变量先放到内存去 对吧 那变量在内存在这放着 如果它不被释放 一直在这放着 那我C皮尔就可以一直操作这个变量 对吧 变量 那个量就是一个什么 古代量是一个容器 比如说 对 水杯 装水的杯子 这比较 那变量 那就是一个可变化的 对不对 对吧 比如说 你喝水用的杯子 对吧 喝水可以用它 对不对 那你用它喝过咖啡 喝茶 对不对 喝其他的 比如喝酱油之类的 对不对 那它是不是都可以去盛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拿到这个玻璃杯子 那你就相当于拿到杯子的内容 就是这意思 变量 那这是咱能看到的 那有一些能看不到的数据 咱们也会要放到变量里边 比如说 妹子 比如说 你的男朋友 对吧 那男朋友就是一个变量名 那你拿到这个男朋友这变量名的话 就对应你真正的那男朋友 你对你这个变量名 男朋友说什么 其实就对你的男朋友说什么 就这意思 对吧 而且这个男朋友是可以变的 对吧 不信心可以试一试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就打电话 你男朋友说分手吧 然后你再把我定名成你的男朋友 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变化 所以呢 大家只需要记住一个核心就可以 变量就是可变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在用数据之前 先要把它放到一个容器里边 对吧 那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咱们说的一个程序 所有运行都先放内存 然后希克再执行 对不对 那我在 新建一个 就就不保持了 那对于内存来说 对于内存来说 内存是分四份的 咱们今天就先说一个 因为刚接触咱们简单一点 内存逻辑上是分四份的 不是说你把拿锤子 把咱们内存拿出来 你敲碎的 看见四份的 这是看不见的 你懂吧 是逻辑上去分成四份的 就像比如说你家的房子 对吧 那如果就是一个大开间的话 对吧 是不是生活不方便呢 所以房子要分成什么 客厅 卧室 卫生间 厨房 对吧 是怎么分的 内存的 它也是这么去分几个存储区的 不同的数据 是存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变量存到一个地方 程序的代码存到另外一个地方 什么静态的存在一个地方 对吧 像数组对象存在一个地方 是这样的一个存储关系 对吧 那咱们先画一个内存的存储区 那其中内存四份中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站内存 不是这个站里的站 是这个 站内存 站内存呢 跟CPU结合是最频繁的 往里边放便得容易 释放也非常灵活 CPU沟通也挺快 是这样的 那比如说 生命一个变量的时候 就会往内存里存 程序遇到这个变量 就会把它装到内存 那怎么装呢 在内存里边都会有什么 都会有几个名词 一个叫做内存的名称 这块是有个名称 咱们叫做变量名 内存有一个地址 这块有个地址 然后这里边是存储区域 就像我们每个房间一样 比如说 拿咱们现在的一个教室来说 教室来说 那咱们这个可以叫做比如说 99班的教室 这是名字对不对 所以你跟别人说 说99班的同学 那就是说的 就是这个教室里的所有同学 是不是这样的 那如果你说是10楼的第5个教室 这什么 也是说这个教室 但是说的什么 是不是一个地址 对吧 所以中间的内容 可以通过变量名把它找到 也可以通过地址把它找到 这点面子清楚吧 大家也清楚吧 但是P2P为了简化 咱们学习的难度 它不像西语言一样 西语言你要写西的程序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名称 把内容取出来 对吧 你也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地址 把这个内容取出来 但是咱们P2P为了简化 难度对不对 没有通过地址找内容的方式 通过地址找内容 这叫做指针 西语言里有 咱P2P是不存在指针的概念 所以呢 咱们只能通过名称来找里边内容 这里边是存放的事 咱们所的数据 内容 对吧 那能举例一下 比如说 申明一个变量名 程序 假如这是一个程序 程序里边 尖块万二P2P里边 申明一个名字等于 什么什么 比如说申明一个年龄 等于 假如说青春年华20岁 对吧 这是不是程序的一个变量 对不对 那假如说就一个变量就可以 那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我运行的是把它放到内存里 对吧 那这个变量是怎么放内存呢 在占内存 就内存的其中的一份 这块会放一个什么 会放一个叫做 age的 对 age的 对吧 里边内容是什么 是20 那这块内存呢 还是会有个地址 就像每个房间都有地址一样 对吧 对我们开号 那地址呢 是一个16进制的 一个整数 0s开头 后面将整个都会说一下这个 比如说是1234 对吧 这是一个地址 所以呢 通过这个1234 咱们可以找到20 应该通过年龄找到20 但是P2P通过什么去找 年龄 对吧 通过这个age这个变量 是不是去找到20 对吧 所以呢 那么我们在程序里边用的 是不是想用这个年龄 对吧 是不是直接在程序里边 比如说我输出也好 或者怎么处理也好 比如在这块 我来一个 echos到age 那输出的结果是谁呀 20 是把20能输出来 那我以后 比如说统计一个班的 两个班的一个总年龄 班级的总年龄 我可以把每个人的年龄 是不是加在一起去呀 所以用的时候都拿age 把它拿出来 age拿出来 那其实就拿到了谁呀 是把20 对吧 那这程序又是可变的 什么叫可变的呢 比如说 这块生命一个20 过了一年了 对不对 他长了一岁了 那我如果重新把age再等给21 对吧 那是不是这个变量的 它是一个可变的吗 可以通过这名称取出里边值 也可以重新用等号 给它重新复制 就是这点吗 所以呢 我有把age等21 就相当于这个存储区域 对吧 就相当于一个存储的位置 名字没变 房间号没变 对不对 但里面内容变成21了 对吧 那我以后再用这个age 我现在在输出的时候 输出的是20 21 对 输出21 对吧 因为原来它值是存20 它的值是可变的 我又重新给它了一个21 那我再用age的话 用的就是21 对吧 而且我可以用多次 这块输出 我可可以输出100次1000次 输出的是不是都是21 对不对 那变量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我一旦这块将这个变量改变了 那下边用的地方的值 是不是全变了 对吧 而如果我不用变量 我直接在表达式里边 就在场里边 如果我直接用这个20 那如果想改成21 会怎么办 是不是所有的地图都变 对吧 如果我不管它放在变量里边 直接用20的话 用多次 然后用100次 假如说 那么我现在想这20变了 是不是 所有地图都变 对吧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 看一下 这块 就是 我们写一个程序 简单生命一下 OK 那按照咱们上几点课 咱们讲过一个环境安装 对不对 那看到这块 我现在就环境运动起来了吗 没有吧 没有 所以呢 我需要把问话这个软件 这块点一下 开启问话这个对不对 现在是红色的 看到了吗 现在正在启动了 一旦它变成了 问话是W的 变成了棕色的 看到了吧 这块 绿色的 是绿色的 然后呢 我们就运行起来 这个 然后点击一下 咱们说写程序 是不是在3W的文档根部下 点开这个 这是咱们前面写的程序 对不对 那这些程序呢 咱们都用过了 也都保存了 所以呢 如果不需要用的话 咱们都可以干嘛呀 对 都可以把它删掉 对不对 临时做实验的 没有重要的数据 然后test点PRP 是不是这样 现在看一下变量的好处 假如说按照咱们上解课学过的 是不是当学过输出 对不对 比如说输出 妹子 假如说就输出妹子 对不对 对吧 然后我换个行 看一下 假如这个数据 我用这么多次 看到了吗 数据用这么多次 现在我没把妹子这个数据放到内存 对不对 我是直接用妹子这个数字 对 那现在 我这块 来一个 lock host 咱们就test点PRP 上年刚才你说过的这个访问过程 对不对 小心一下 你看输出是个妹子 对吧 现在我不想输出妹子了 我想输出漂亮的姑娘 对吧 那我这块怎么弄啊 是不是这些都得改成漂亮的姑娘 漂亮的姑娘 是不是全得改 对不对 这就是直接用数据的不好的地方 对吧 那如果我程序不这么写 你看 我如果声明一个变量 对不对 比如说名字等于 这块来个 妹子 对吧 这是一个粽串 对吧 然后我这块跟刚才写法一样 那样 也是输出这么多次 看到了吗 输出的结果是一样的 刷新一下 是不是全妹子 那现在比如说 我要把它改成漂亮的姑娘 那这块只需要改成什么 对 漂亮的 看来我总打姑娘打出来 漂亮的姑娘 看到了吗 我现在把这个值 只改这个变量了 就相当于刚才咱们说的 内存存储区域里边 对吧 是不是把这个内容 我把它发成变化了 对 但是变量的地址是没变 所以还是找这变量 是不是找里边内容 这样的话 我同样刷新一下 你看 是不是可以了 是不是全变了 所以这就是咱们在用 任何数据之前 先把它放到一个 可变的容器里边 然后用这个容器的名 就相当于用这容器里的数据 好处是容器一旦变化 后边用到这个全变化 所以大家切记 只要是 想用数据 先放到变量里边去 然后再用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小姐 跟大家介绍的一个知识点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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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